大家好 我是甜蜜幽靈 雅吉です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玩LINE EAT 以謊言為實的龍與蔚藍色的石夢者 我們上一次來到那個 Evina自己一個人嘛 然後一個人探險 因為Haru說要多休息 為了應付晚上的打工 然後從Haru那邊拿到一些糖果 這邊都逛過了對不對 我們現在自己一個人逛可以幹嘛呢 沒有人 那我們找酒吧的 看他準備好了沒 喔有了有了 奇怪 小哥不在啊 你迷路了嗎 不是 我只是在玩喔 是嗎 現在還在準備中喔 過會兒再來的話 就讓你好好的玩了 等一下遊戲聲音好大 小聲一點點 再小聲一點點 好大概這樣好了 好 欸睡還沒好 過會兒了 是不是要先找誰 不是 這個有跑步嗎 沒有 按Shift有沒有 啊 這裡有人了 哎呀怎麼了 想玩 那個布克牌看起來很好玩耶 哎呀喜歡布克牌嗎 嗯 因為前面跟背面都很漂亮 嗯哼 嗯哼 原來如此呢 那麼我稍微做個 啊 那麼我稍微變個魔術給你看吧 哇 我隨機拿出了四張JQK 從裡面選出你喜歡的牌棒 對了別告訴我喔 在腦中記一下就可以了 嗯 選好了 OK 那麼我就把牌面朝下疊成一疊 然後唸一下咒語 這裡面有你選的牌嗎 不可以說謊喔 嗯我看看我看看 嗯 沒有 那麼成功囉 為什麼 你知道我在想要走魔嗎 這是很簡單的魔術喔 雖然JQK的圖案很漂亮 但是很難分辨呢 因為對方只會記圖案和花色 所以我整個都掉包囉 所以不管你選哪一張 都會整個替換掉 選擇的牌也會消失 哇 我也做得到嗎 可以喔 不過你要先學會替換的技術呢 不過馬上就會被頭腦聰明的人給試碰 嗯這樣啊 那麼哈魯說不定很快就拆穿我的手法了吧 我本來想讓他心服夠服的說 別那麼傷氣啊 來這個給你 太棒了謝謝你 不客氣 他給我什麼 有道具嗎 糖果 櫻桃糖果 有三顆 內含兩顆 全體HP回復30點 跟汽水糖 啵啵啵啵 回復30點HP 蛋塔非常的五彩繽紛 鋸齒刀 刀鋒成鋸齒狀 像呼吸一樣的說謊 個人不知道 小刀鋒 怪味 那麼過一下了吧 有找一個人聊天了 還沒 還沒 所以要去 啊左邊是客房 所以右邊這邊是工作人員的房間 有什麼事嗎 一起玩吧 來玩吧 來玩吧 嗯 嗯 嗯 好啊 你剛剛有問我是不是龍對吧 嗯 假設啊 假設我是龍的話 你知道我誕生的理由 以及龍誕生的原因嗎 嗯 我不知道 我認識的龍哥哥們 也沒有說過那樣的事 是嗎 哇 是吃謊言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吃謊言 吃謊言 跟我好像呢 沒有也吃謊言嗎 嗯不是謊言 是別的東西 不吃那個的話 沒有辦法填飽肚子呢 但是為什麼會吃 我自己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要緊的 或許會花點時間 但是你絕對會找到原因的 真的嗎 真的嗎 雖然我爸爸是騙子 但是我不會說謊喔 我也會努力找的 所以 別再露出難過的表情啦 嗯 謝謝你 我也要努力找 畢竟是 畢竟是自己的事呢 你說那個爸爸是 剛才的男人嗎 啊 那個 叫他爸爸這件事 是秘密喔 我會被罵的 嗯 放心吧 我也是呢 有時候 也會叫主人為媽媽 是嗎 那麼就不只我這麼叫呢 你真的很喜歡你的爸爸呢 嗯 最喜歡呢 因為你散發出 非常甜美的味道 欸 啊 忘記剛才的事嗎 嗯 什麼 哪件事 什麼都沒有喔 我差不多也要準備了 待會見 嗯 拜拜 所以 一下子就忘記了 所以他把它吃掉了嗎 把記憶吃掉嗎 所以他不是吃夢的 而是吃記憶的嗎 之類的 那我已經過一下了嘛 準備好了吧 那我可以去找 到底是要 到底是多想要找他啊 喔 有了有了 要不要一起玩 玩 Nono要玩什麼 你瞧我這邊除了提供Joy外 也會變魔術喔 你要陪我練習一下嗎 魔術 這個卡片是什麼 嗯 這是布克牌 只需要一副就能玩各種遊戲喔 哇 每一張的圖案都不一樣 好漂亮喔 我第一次看到對布克牌這麼興奮的傢伙呢 選一張你喜歡的牌 對了 別讓我看見喔 接著 給你 用這支筆 寫上自己的名字吧 知道了 嗯 夾好了 很好 那麼牌面朝下 放進布克牌堆裡 好孩子 然後 我來洗牌吧 喔 閃閃發亮 好厲害 好怪 你隨時可以喊停喔 嗯 停 很好 那麼小姑娘所選的這張牌呢 喔 是我選的布克牌 那麼成功了呢 等一下 它是寫自己的名字嘛 可是 看起來不太像 厲害厲害 這是太棒了 呵 能讓你開心的話 我也很開心喔 對了 小姑娘 你的名字是 Effina 那麼 字寫錯了啦 不是EFAMA 而是EFIMA啦 嗯 我明明又好好寫喔 只是稍微搞錯了 下次別寫錯就好啦 嗯 嗯 那麼 這張愛心A 推送給EFINA獎當禮物吧 用那支筆寫的名字 可以擦掉 你在意的話 稍微用力去擦就可以了唷 哇 謝謝你 路克先生 路克先生 那些修修補補的傷口 是打架來的嗎 嗯 這是造型喔 不過也有一些是真的傷口 這樣啊 那麼 哈魯 它也很時髦嗎 那個叫做流行的東西 欸 那家伙也有啊 嗯 它的肚臟附近 坑坑巴巴的 等一下那不是 那是真的爸爸 嘿 路克先生的真正傷口 是怎麼造成的啊 啊 這是被女朋友捅的 欸 他明明 他平常明明就表現得很端莊 但是 卻把我綁得緊緊的 不許我可隨意跟其他女人聊天 EFINA講不可以變成這樣的女生喔 嗯 嗯 很不明白 但我明白了 差不多要晚上了 客人要來囉 客人在的時候 別亂跑 老老實實的待在房間裡吧 嗨 很好 那麼再見喔 嗯 TOM跟MARS兩兄弟會在滿月時變成人型喔 真有趣啊 狼人 不是一般都相反的嗎 媽 就算變成人型 我也沒辦法分辨他們 喔 什麼時候滿月 欸唷 黃顏 誰抖 喔這是肚子的叫聲喔 那種 那種是不管怎麼樣都好 那種是不管怎麼樣都好 反正肚子餓了吃掉它吧 沒有 好強喔 這個聲音真的好可愛 哈哈 鬧鬧鬧鬧的 是因為人變多了嗎 嗯 怎麼辦 去爸爸那邊吧 人變多了喔 欸真的耶 好多人喔 來求鬼牌吧 求鬼牌 這張桌子 這張 這桌子 是透明玻璃做的 就連老青也很難榨賭呢 喔 我沒榨賭喔 榨賭了吧 我們來設一下等級 我要輸了 那治療皮囉 果然還是得玩遊戲啊 Checkmate Checkmate應該是真的吧 因為這 它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呃 當你插一部就可以把人家的將軍 或是王吃掉的時候 喔 學會了火焰了 欸 Checkmate也可以說謊喔 嗯 這是 啊 這邊還有一個人 啊 我就不用了 因為我喜歡 在旁邊看 小姑娘也想玩嗎 抱歉 我現在必須應付客人 下次再跟你玩吧 我這一次把麥克風放在我的 沒有上一次也是 就是在我的 呃 左手邊 斜 左邊 因為我之前是習慣 因為之前用比較爛的麥克風的時候 是 是拿在正對面 就是很近 可是後來我發現 就是 我的一些 吞口水的聲音會被錄進去 好羞恥喔 什麼 蛤 你說傻要幹架嗎 欸 欸 那這裡有人嗎 喔 我們先去跟他們聊天再吃謊言吧 不行 那個魔術真是不可思議 怎麼辦到的 呵呵 我吧 我沒有女朋友 好帥喔 異色桶的耶 好帥喔 是兩條尾巴嗎 哇 有女朋友 來這邊配女生的 他是個美人喔 但是 旁邊有小孩 該不會已經結婚了吧 那個真的斷掉了耶 哇 好強喔 真不愧 是傳說的 傳說的什麼 傳說的馬卡龍 回去找爸爸 這邊有人了嗎 欸有耶 霜子 這個設施有好多有趣的書啊 好困喔 是雙馬尾嗎 啊 這裡的床真好睡 不能帶回家嗎 可以啊 你有足夠的錢的話 喔 沒有人 好 回去找爸爸 時間到了 我要去工作了 那我要做什麼好呢 我哪知道 媽已經很晚了 沒什麼事的話 就去睡吧 去睡 嗨 不要把房間的門鎖起來喔 我可不想在走廊上睡覺 我們看一下爸爸的工作樣子好了 工作認真的男人最帥了 不講話耶 不理我耶 不理我 喔 不理我 喔 這邊還沒有來齁 那是惱羞成怒吧 根本不講了耶 你喝太多了吧 我 沒醉 喔 醉了吧 醉了吧 在酒館裡面說自己沒醉 喔 龍之眼 嗯 嗯 哎呀小姑娘 這裡只有成年飲料喔 呃 修修修補補的 沒錯 接下來我這樣用這樣用 嗯 你看我的大拇指跟左手分離了唷 怎麼弄的 再一次再一次 嗯 呵呵呵 這種的我只能做一次唷 好 用這個來轉換心情吧 我不會跟你收錢的 嗯太棒了謝謝你 居然還沒發現 我的手 我的手指的顏色左右不同 他居然沒發現嗎 好吧 跟大家都說話了嗎 還有 門口的警衛 你現在一個人嗎 這個小鎮很大 道路也很複雜 所以請不要往那個方向走 碰到什麼 煩惱了嗎 哎呀你迷路了呀 他不是我才沒有迷路 是嗎是嗎 哈哈 好吧 看來還是只能睡覺囉 對啊 都沒有人可以講話了嗎 哎呦 睡覺 好 好棍喔 要睡覺了嗎 你只能睡了嗎 嗯衣服 好麻煩 反正不會熱 算了 晚安 請來囉 爸爸陪我去尿尿 哈哈哈哈 沒有 寫著多大的標題 你迷之都怪到在線的報紙 大家都睡覺了嗎 這邊沒有人 睡覺了耶 那雙子呢一起 一起睡 等一下這是什麼聲音啊 有什麼東西在滴是不是 沒有人 酒瓶破了 有老鼠喔 有老鼠喔 這什麼 藍色老鼠 你是練等級的耶 跟賺錢的 這邊出現老鼠什麼的 這邊出現老鼠什麼的 呵呵 喔這邊好多老鼠 欸 蛤 那是盧克斯嗎 紫色頭髮的 有人 死掉了 啊 必須叫人過來 他死掉了嗎 沒 不沒事 只是昏過去了 脖子上有勒痕呢 怎麼辦 現在夜已經生了 主人他們也睡著了 反正沒人死 也不用這麼急著跟他們報告吧 可以嗎 有何不可能 如果只是把他放在這裡 說不定那傢伙還會回來給他最後一集的 總而言之直到早上之前 先把他帶回我們的房間吧 我也來吧 那麼你來抓住他的領帶吧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能抓領帶吧 會累死啊 好想睡欸 找設施的主人 下套報告吧 喔我們現在換哈魯了 他一直在旁邊看著嗎 彈額頭 嗯 那是我的蛋糕 算了 他看起來很開心 就不吵他了 欸 解除成就有蛋糕三個 蛋糕三個 欸客人都走了喔 客人都走了欸 找主人報告 主人在哪裡啊 早安那星人 有好好睡嗎 昨天各種累了呢 不過你只用一句話就讓 咳咳咳咳 我用刀子抵著他背後 看來隱藏得很好呢 我用刀子抵著他背後看來隱藏得很好呢 之前也發生了好幾次這樣的事件 反正是那個個性的男人 該有的因果報應 總之我們先去問 本人詳細的情況吧 也是 Lukas先生現在在我的房間裡睡覺 明白了 那麼我先過去叫Lukas起床 主人的床 有沒有香香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 在幹嘛勒 不是找他 這邊應該有痕跡吧 沒有 喔 大家都來了 Lukas起床了 總而言之先去問問Lukas吧 啊早安 Lukas先生早安 那麼你知道是誰把你綁在十字架上嗎 呃那件事啊 想不起來了 雖然好像微微有印象被誰勒住脖子的樣子 嗯果然是這樣嗎 咳咳 聽說您之前也發生過好幾次這樣的事情嗎 啊 感覺Sophie這樣也告訴這傢伙的樣子了 Lukas別這樣叫我 是是 我知道了別那麼生氣嘛 這次是第三次了吧 一樣是脖子被勒著綁在十字架上 第五次了 果然記憶不清楚啊 我們這次要聯絡緊急隊他們 所以啊主人 我也沒受什麼重傷 就別這麼做了吧 你們至今為止都沒有聯絡過嗎 嘛 因為Lukas被 咳咳咳 嘛 因為Lukas被痛已經是 被痛被綁已經是常有的事了 我們從來都不會太過於擔心 可是重複發生像這樣的事件 可以說是第一次 要是晚了一步他就要死了唷 別說這麼恐怖的事情啊 那麼我來聯絡他們吧 今天設施要修館請好好休息 再問他一次看看吧 你冒充別人冒充得很好嗎 怎樣 哎呀沒什麼只是感覺很有趣 真的什麼都想不起來了嗎 而且還這麼多次了 我剛才也說了只有那部分的記憶全部消失了呀 有想過犯人是誰嗎 嗯也是呢想不出來啊 還不如說是能想到的人選太多分不清楚呢 我真是個罪孽深重的男人啊 那麼你也該受到應有的懲罰呢 你別和Sophie講講一樣的話 媽我想你從我這裡是得不到什麼有力的情報啊 即使到現在最後也沒能想起來 是嗎 幹嘛 該不會你現在要說的其實是 你是偵探之類的吧 那種事件裡必定有人在說謊 會變成那小不點的食物啊 只要份量夠大的話 就差不多一個星期的份了 啊是嗎我姑且也蠻堅硬那種事呢 那孩子好像相當重視你啊 不過你是怎麼想的呢 如果我不在意他的話 怎麼可能帶他東跑西跑 嗯 幹嘛 媽你看起來也樂在其中呢 是嗎 嘖 那麼我還有點疲憊 我就先回自己的房間囉 你最好 我想你最好先留意自己的事比較好 再見 加油啦 那麼來做一下筆記吧 啊我把筆記本放在前一件衣服裡了 有什麼有什麼能寫的東西嗎 嗯 算了姑且寫在面紙上吧 衛生紙可以寫嗎不會戳破嗎 接下來也試著像其他人問話吧 Effy還在睡 好了在我們問話之前應該 在現在這一集暫停 應該說在這邊告一段落好了 時間也差不多 好那麼 這一集呢發生了 Lukas被掛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的事情 的這個案件 然後然後然後 廚房還沒出現老鼠了 好那麼緊急隊 待會就會來了 說不定說不定說不定 就是我們上一次遇到的 Nail跟Brett他們呢 好啦那麼我是甜食幽靈雅吉です 如果有任何的意見歡迎在下方的留言處留言 告訴我如何做得更好 喜歡的話也可以追隨訂閱 好啦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